今天出外吃東西 比較貴 有一個大陸的鄉親 跟親家朋友去過鄉出途 一間人去基町 一間海山店吃飯 其中一村 空雷一瓣 只有一瓣 要多少說五百塊 他們感覺這樣不合理 既然實質 出了這個海山店 這個同家說 他們空雷一瓣 五百塊沒有錯 但是天天一瓣 平均有二三十瓣 南廚在幾台前 不然他們的空雷最小 為了都要不說話 南廚就外頭離開了 所以他就在網路破文獸 說他過年的時候 跟親戚路南到高雄出途 其基町的一間海山店用餐 基町一瓣 空雷五百塊 的名字還有一項商品 這個空雷洗一瓣 只有十一瓣 也就說基町有兩瓣 非常小像在土豆 覺得一間店家公布就是在公盤 這庭文獸破出來 讓網友也討論店家 現在來到這間海塞店 比這库的店家看完 海產類的東西一定有大顆小顆 你如果特別歡呼說 我要大顆 我要小顆 我會給你貴購 現在對鳳梨的大小店家解釋 人家沒有特別的要求 而且亞生的本來就大小顆 五百塊的鳳梨也不是小小一瓣 一隻欠一瓣五百塊的店家說 便宜都有二三十顆 那補文獸的商品呢 比對一隻都比較差很多 他沒有爆出實際的量 只是他用出他自剩的東西 對著鼻子孔跟客人家當攝影 店家感到很完美 為了要維護他們的信用 沒有拜託要提告 檢查的時候 店家比較順暢 主動肯定客人家 這個鳳梨有分大小 這樣才不會知道他們去消費結婚